賀瓏 歡迎收看賀瓏夜夜秀 感謝冷靜寶貝樂團 本週最沉重的新聞 我們的夜夜秀網軍被操了 網軍粉專不見了 BTS全員入伍 我的BTS代購 也全員入土了 為什麼我一波藍的就沒拆 綠的就沒事啊 偷偷蓋的網軍 不能賴著不拆啦 賴到底是違建 還是沒有繳房屋稅啊 為什麼會說我們家沒有繳稅呢 嗯 我們有繳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查不到 我的記憶裡面就很鮮明啊 我們真的有繳啊 OK 賴清德 賴清德 真是值得信賴 希望賴清德 可以跟孟江女一樣 哭一哭 違建就倒了 對此 趙少康表示 如果賴清德拆老家 他就辭掉中廣董事長 這兩件事有關聯嗎 你也是在中廣 賴著不走嗎 關於賴清德的違建 黃國昌老師 電腦的低潮很滿 太離譜了 可以這樣放閃嗎 黃國昌的低潮不都是你嗎 還是說 他現在的低潮都是賴清德 或是時間停止器系列 停在立法院很久了 總統大選號次出爐 一號柯文哲在臉書上喊出 拼一次 二號賴清德喊出美德雙拳 三號侯友宜喊出 做你的靠山 但靠山還有靠山喔 柯文哲不只打綠還有打藍 指控國民黨在黨產會 取回黨產之前就先脫產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葉元芝 在他的直播節目 跟名嘴黃陽明大肆討論 司法上面是已經判決 黨產會勝訴 總而言之就是沒有這個事情 我覺得沒有這個事情 就有啊 就沒有啊 今天柯文哲 就只是把黨產會調查的事情 拿著來講 你怎麼活在一個 我現在是主持 我請你發言嘛 那你不需要 反抗我說 連你都不懂喔 你自己不知道喔 那怎麼樣呢 你最厲害啊 好那我不要錄了啦 不是啦 就這樣 這馬會換你 這是今年最好看的直播節目 這個節目真的是只求真實欸 共民黨不愧是藍色 真的不錄了 就算還有一個爭議 108克剛刪除了大量文彥溫 賴清德在北一女校慶也被記者追問 怎麼看克剛的爭議 好帥 執政黨真的只聽自己想聽的欸 哪有人一聽到有人說好帥 就轉頭不回應 好帥 謝謝 108克剛一共刪除了17篇古文 包含藍亭集序、岳陽柔記、廉恥、點論論文 以前人有感而發 藍亭集序 現代人有感而發 抖音配藍亭序 以前人被貶關 岳陽柔記 現代人被貶關 不分區第一席 古人寫點論論文 現代人抄論文 但侯門宴沒有被刪 因為現在還有 善河論也沒被刪 因為現在還有 但克剛可以考慮一下收錄韓國瑜語錄 反正跟文言文一樣嘛 沒有人看得懂 針對克剛的問題 以韓國瑜也有新語錄 我們把自己中華文化切斷 年輕人說 我知道 霍去病很厲害很有名 我說那你們講講看誰是霍去病 我很高興啊 他們說霍去病在賣滷肉飯 我說那是胡須章 誰會搞錯這個啊 這一段荒謬到我不知道從何吐槽 首先 霍去病不像胡須章吧 這也不是霍去病 這是王安石 而且胡須章再怎麼樣的誤會 也是姓章的吧 你頂多搞錯章飛吧 不過國文課本早有收錄 胡須章的自傳了 叫做 對了韓國瑜 你想吃滷肉飯的時候 還在用Google地圖找餐廳 打電話定位嗎 太落伍了吧 你可以使用Open Table Open Table一旦是定位平台 全球超過一百個國家 五萬斤以上的餐廳供你選擇 不論你想吃滷肉飯還是米其林餐廳 打開Open Table App 馬上就能定位 Open Table還可以推薦附近能定位的餐廳 真的很方便 快下載吧 沒有經過薩泰爾同意 擅自跟新聞媒體爆雷上夜夜秀的日席的老人 趙少康 這週受邀到政大演講 談到了他對兩岸的看法 我不喜歡共產黨 我們都不是傳統的 你們腦筋響的那種 什麼LKK的國民黨 當你說出LKK的時候 你就是LKK啊 趙少康應該覺得這場演講很棒吧 自己很酷手吧 聽一個國民黨的爆雷仔 徐巧鑫 在上完夜夜秀之後 上節目分享了所有正常來賓 都應該知道要保密的資訊 煞泰娛樂終於把 巧鑫上賀龍夜夜秀的片段 給放出來了 是 那我昨天呢 這個是一邊洗澡 就一邊在看 是 當初他們邀你的時候 有怎麼樣的邀法嗎 然後 看一下 就說想要邀請我們參加訪談 就放了幾個 他之前他們的政治人物的clips 然後 然後他是 11月2號下午4點半的時候 跟我說的 國民黨真的很愛把別人簡訊公開耶 為什麼你們不乾脆公開 白色恐怖的機密檔案啊 而且主持人歷史哥說什麼 一邊洗澡一邊看夜夜秀 難道你也是我的粉絲嗎 本週柯文哲的支持者 自主發起了扛阿北挺台灣 扛著柯文哲的氣球 從北走到南 這個柯文哲的臉喝醉了吧 難怪柯P會被說很紅 而且動作看起來很像在玩騎馬打仗 如果柯文哲玩騎馬打仗 那侯友宜就是玩大老二 賴清德玩大富翁 同一塊地一直蓋房子 康阿北挺台灣 預計要走15天 但如果你懶得出門 但又想要從北走到南 那你就需要 Defi Defi一天能扛你走超過200公里 讓你輕鬆破蛋 一日雙塔再也不是夢 還有新推出的隱蔽模式 讓國昌老師在柯文哲的胯下 躲好躲滿 不會發現就不會被罵 你也想要被扛嗎 現在就下載Defi 柯文哲感嘆中 老年族群支持度很低 於是提出了最新戰略 你現在是要推行的一場叫做 孫子冰法 讓孫子來跟阿公講 該投給民眾的老師 我們要從早安圖開始 設計就是說 他們要轉記給他們長輩的早安圖 我們幫柯文哲設計的早安圖 像這個 早安 記得投給一號 一號是侯友誼喔 早安 總讀市假議題 認同請分享 早安 我想是這樣啦 認同請分享 沙文主義 認同請分享 不過韓國瑜竟然在教師晚會上稱讚 柯文哲很聰明 你一百五十七啊 的確聰明 但是 很多種聰明裡面 也有一種聰明 叫做知道自己不是很聰明 這種人也是很聰明 是在落口令嗎 難聽懂他在說什麼的 算你聰明 接下來是幾則連續的短新聞 大谷香平獲得了史上最高合約 一共七億美金 但老實說 上一個拿七億的人 下場不太好 楊春麟近期應說 何男人愛騙人 遭中國網友出征 而大部分女生的想法應該是 何男人愛騙人 台灣人超哈日本 超過八萬人觀賞日本的橘色惡魔 卻沒有人理台灣的橘色阿伯 街奴李維的住家招闖空門 竟然很聰明 偷了一把槍 沒有偷狗 本週通過了最低工資法 招質疑是為了選舉才加速通過的 想必勞工們應該能夠體諒 因為他們也很常在最後一刻突然加班 光彤分局的警察局長過世了 台灣的還在 網紅chip發文抨擊國中生 認為得獎畫作是歧視行人 網友大罵霸凌學生 但其實我也覺得這張畫不應該得獎啦 你不懂啦 他畫得很好啊 這張畫是在說行人過馬路的時候 不能像皇帝一樣慢慢走 這樣很危險 可是台灣已經是行人地獄啦 還這樣嘲諷路人 應該要檢討的是台灣交通吧 你不懂啦 你看他還畫了一隻烏龜 連環保議題都關心到了 不是啊 你看那個公車 211根本不是巴黎片好不好 你不懂啦 在意這幹嘛這不重要 我現在是主持人請你發言嘛 你不需要反問我說 你不懂啊 你都不知道啦 那怎麼樣 啊你最厲害啊 這不要錄了嘛 別想啊 不是啊 車馬費還你 車馬費還你 嘈咚 發言 太可以打鼓 發言 飄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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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出去的東西還是要有點... 責任你 不會醜啊 但他不喜歡啊 我自己覺得有一種被打回 2019年 自己還很爛那種燦爻時期 還蠻自責的 我只覺得我們每次都把事情 弄得很複雜 他很想要知道 公關病他這個段子安不安全 我就會駕車 可以去當神功特工隊 沒有任何人在乎 就沒有人會生氣台海戰爭 我覺得看起來很明顯 拿手機出來看起來像忘詞 我跟他講我什麼時間轉到哪一面 他就跟不了我 如果喬得到小巨蛋的話 會不會希望我自己的專程看到那個 他就是台灣最有標誌性最大的一個場地 反正就是一個人生目標情感 1 走 各位觀眾 準備破蛋 賀龍夜夜秀 完成版指在哈密Videocat網紅館 賀龍夜夜秀 你是大個人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